我们家装修又出幺蛾子了 消失的料室 认识了应该有个七八年了 性价比还可以 比较负责的老师傅 配合的也蛮好 我也很信任他 服装店都是由料室来负责的 他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这个地方 大个淋浴门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置物架 以及我们的客位的隔断 但是这一次 我在英购里翻船了 一次性把所有的费用都转给了他 约定在六月中旬进行安装的 自备的材料买好了 当安装的前一天 料室就人间蒸发 整整消失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给他发过短消息 打过电话 甚至我还看了他的运动部署 已经没办法了 可能他这个手机 跟他已经人机分离了 我现在终于等不及了 找了另外一个师傅 帮我来玻璃门 名誉坊隔断的安装 找的新的这个师傅 应该是明天或后点 过来安装 每个卫生间的最后一步了 到时候看一下这个师傅的手艺如何 这个新的这个师傅 是在某宝上找到的 测量以后报的价 一半的价格 下我怎么样 里边的这些五金件 拉手 维也 都是我们自己 自够的 客位的话就是 没有门 一个屏风而已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觉得 我有点傻 花了更多的钱 找了一个消失的料室 实际上对料室的近况 我们有所了解 他去年 基本上一年的一个工程款 都没收到 不停的跟我说 遇到了一定困难 家里有两个小孩 我总想去多帮助一下 身边的这种朋友 所以说我当时没有比较价格 也没有怀疑过他 猜测的话 有可能是家里面出了些什么急事 或者干装修工程的 会带有一定的危险系数 有可能出了一些小的意外 从我和Chris的出发点 我们一般不会把人往坏出现 都默认为他是个好人 只是现在是出现意外而已 不过目前这个情况 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装修的工期延缓了 在这里我还是希望料室 不要被骗到缅北去了 也提醒一下大家 尽量避免我们这种情况的发生 有第二次的选择 我可能会选择付一个定金 工程完成以后 我才会把违款结清 保证了双方的共同利益 可以规避很多风险 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 还是找正规的装修公司为好 签订合法的合同 都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